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仔细观察 农村很多人才辈出的家庭 或许他们的家宅并非是金币辉煌 但入内定有古朴之感 如果你的家宅经历了多年时间变迁 而衡量处随之时间推移越发红润 色色无变 层体也无破损痕迹 那么恭喜你 你家一定是一个风水宝地 对家中后人的学业事业帮助特别大 是浮寥直上 长盛不衰的吉兆 阳光充足 可化百煞 如果你的家宅在不犯家居风水济会的情况下 家宅常年可各处受阳光沐浴 必然家中无煞 据祥瑞知情 这样的家宅 家人身体健康 好运常伴身边 在各方面都能顺风顺水 整个家庭都一直处于进步的状态 大门坚固 色泽润透 贵人运十足 大门作为家中的入气主口 其大部分决定家宅气场优势 如果大门的色泽 形状经历多年不变 必然家宅入气 祥瑞 才能让大门受其影响 多年依然如新 这样的家宅特别容易招纳贵人 家中人总是得到他人帮助与扶持 在事业工作方面不会孤立无援 私人恩德 想人好处 这叫聚光 光向上走 表现在脸上 就是在微笑 微笑的脸是圆宝形 嘴像莲花一样 肯定聚财 想人不好 抱怨人 妒忌人 憎恨人 这叫聚音 气阴则下沉 表现在脸上 就是苦瓜脸 苦瓜像 肯定倒霉 风水源头在于 孝亲祭祖 根深蒂固 职业自然茂盛 事业兴旺 家庭希望 多余贵人在于 夫妻和睦 阴阳平衡 万事则新 贵人得尽 小人远离 夫妻和万事经 小人得尽 贵人远离 夫妻不和万事衰 夫妻是阴阳 阴阳八卦太极男女也 你不敢抵触顶撞父母的恶习 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命运 不孝顺的人很难为别人遮想 好运就难以形成 一个人如果从小不曾顶撞父母失掌 他日必定有大出息 因为打小孝顺父母 每天记得是福德 一个人日常好顶撞父母 不懂克制情绪 与上司同事和所有的人也相处不好 他的生活日常工作都不会顺利 一生挫折连连 在重要时刻无不败北 好风水是自己修来的 懂得严格要求自己 为他人造福 成为别人的福心 自己的福德已经很厚了 风水自然就好 风水是福人居福地 你要是个福人 你住的地方就一定是福地 如果你住的地方不是福地 你也能出成福地 大家知道风水养人 却不知人也要养风水 人一住进去 周身气流就会逐渐充斥整个住地 把地养得福德兼备 就跟自己一模一样 一 喜欢付出 福报就越来越多 二 喜欢感恩 顺利就越来越多 三 喜欢助人 贵人就越来越多 四 喜欢抱怨 烦恼就越来越多 五 喜欢吃足 快乐就越来越多 六 喜欢逃避 失败就越来越多 七 喜欢分享 朋友就越来越多 八 喜欢生气 疾病就越来越多 九 喜欢占便宜 贫穷就越来越多 十 喜欢失财 富贵就越来越多 十一 喜欢享福 痛苦就越来越多 十二 喜欢学习 智慧就越来越多 从生到死有多远 呼吸之间 从迷到物有多远 一念之间 从爱到恨有多远 无常之间 从古到今有多远 谈笑之间 从你到我有多远 善解之间 从心到心有多远 天地之间 从佛到我有多远 觉醒之间 梦不能做得太深 深了难以清醒 话不能说得太满 满了难以圆通 调不能定得太高 高了难以合生 事不能做得太绝 绝了难以进退 琴不能陷得太深 深了难以自拔 力不能看得太重 重了难以明智 人不能做得太假 假了难以交心 特别提醒 八字风水不是迷信 正确地利用玉京风水 化解命中难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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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